我们讨论了这个极数的一个基本的定义 它是用来表述无穷多项的核数 而对于无穷多项求核呢 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具体的极数 而有的时候可能是无穷 而有的时候可能没办法确定 所以为了更加方便地研究极数 我们对于这种 如果无穷多项求核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极的这种情况 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就是收敛 那么为了判断一个极数收敛 我们现在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方法 它有两个基本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 要求SN SN又是什么呢? 是这个极数的前N项之核 称之为部分核 第二步 让N区无穷的部分核求极限 如果极限存在 这个极数收敛 如果极限不存在 极数发散 极限存在时 极限值就是这个极数对应的核 就是极数的核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等笔收敌 通过每一项求核 形成的等笔极数 它什么时候是收敌的? 什么时候是发散的?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呢 就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做出判断 然后 要需要大家记住这个结论 好 我们来看啊 这里两个过程已经记住没有 先求部分核的表达式 对部分核求极限 那么对于等笔极数 等笔极数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看看 它就是 A是第一项对不对? 第二项是多少? AQ 第三项是多少? AQ的平方 然后再加AQ的N次方 再加等等等等 这是等笔极数 这是等笔极数吧 那么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方法 你要对它求核对不对? 求它的什么? 前A项之核 然后呢 来对它计算这一个 它的极限 那么我要计算它的求核的话 等笔狩猎有一个求核公式 有一个求核公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求核公式呢? 这个求核公式呢? 跟这样的一个公比Q有关 Q是公比 如果Q的绝对值等于1 Q的绝对值等于1 只有一些什么情况? 就是说第一种情况 就是Q等于1 对不对? 第二种情况 就是Q等于多少? 除以 是不是? 只有这些情况 我们先看 Q的绝对值等于1 也就Q等于1 Q等于1 Q等于1 Q等于1的话 那么在第一项是不是就是A 第二项就是A 是等于1 第三项是不是也是A 第四项是不是也是A 那么前A项之核就是多少? 是不是N个A 是不是? 就是N个A 没问题吧? 公比啊 公比啊 Q为1 所以这个就是A 加A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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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点方 一直加A乘1 的N之方嘛 都算A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前A项之核就是NK 然后 我要计算什么呢? N区无穷 SN 它是不是就是等于 无穷大来 A不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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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Q等于1 这个极数是怎么样的? 数量还是发散? 发散 发散 因为它的部分核的极限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 不存在 是发散 好 我们看第二个 Q等于负1 Q等于负1 我们看啊 第一项是A吧 第二项是什么? 就是负A吧 第三项是A吧 第四项要是负A吧 就是 那说明什么? A 减一个A 加一个A 减一个A 加一个A 加一个A 说明什么? 最后没办法确定 对不对? 没办法确定 也就是说 这个SN能够送出一个表达式出来吧 它不知道 是不是? 我们只是知道 SN是等于 A 减A 加A 减A 加上一个 这里应该是 数1加 N 这里呢 有N 这里N加一个 叫N个吧 N加一个 N个吧 这样子 至于它到底是多少? 无法 确定 是不是? 所以当批本处理的时候 它也是怎么样? 不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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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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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则情况 我们讨论完了 啊 Q的绝对字等于1 都是发生的 然后我们看 第二则情况 第二则情况 那么就是 Q的绝对字 不等于1 的情况 Q的绝对字 不等于1 Q的绝对字 不等于1 那么我们的SN 就是等于A 加AQ 加AQ的平方 一直加到AQ的N次方 N减一次方 只上前面N个 对不对? N减一次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 等比寿的 求和公式 这个求和公式是多少呢? 等于1-Q分之A1 乘以1-Q的N次方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呢? 我在这里推导一下啊 你们可以学学这个方法 怎么来的啊? 我们看啊 SN是不是等于A 加AQ 加AQ的平方 一直加到AQ的N 减一次方 对不对? 对 然后我给它都乘一个Q 都乘一个Q啊 那么这里的SN 就要乘一个Q了 对不对? 那么等于多少? A要乘一个Q 是不是就是AQ了呀? 这里呢 AQ乘一个 是不是AQ的平方了呀? 这里呢 就AQ的V方了呀 一直加啊 一直加 这里是不是AQ的N减一次方 还有加到AQ的N次方呀? 好 我拿了上面的 减下面的 就是SN 减去Q被的SN 就拿了它减它 它减它 它减它是不是就没了? 它也没了? 这里也没了? 这里也没了? 就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A-AQ的N次方 对不对? 对 然后 这里提出一个SN 就是E-Q 这里呢 就等于A-A-Q的N次方 然后把它除过去 就是等于A被的A-A-Q的N次方 除以E-Q的 这种方法 我们称之为 促向相消的方法 好 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求和公式 就得到了它的这个表达式了 得到这个表达式以后 然后我们就求极限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求极限会有什么效果 Limit N去无穷 就是去真无穷 SN 就是等Limit N去真无穷 一减区分支 A-E 减区A 而不是A1 就是A A A乘以AQ的N次方 是这个吧 然后是在谁求极限 N去真无穷是求极限 你看这里没有N 这里没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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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极限值就与谁有关系啊? Q的N次方有关系 对不对? Q的N次方有关系 那这个极限等于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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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情况 要不就是Q的绝对是大于一 要不就是Q的绝对是小于 对不对? 然后 还有一种Q的绝对是大于 如果Q的绝对是小于一 Q的N次方是多少? 比如说二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啊 四分之一啊 他去N次方就等于多少呢? 二分之一的N次方等于多少? 往哪里走? N去无穷? 四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 二百五十六分之一 是不是越来越小啊? 缺陷于什么? 缺陷于什么? 缺陷于复封 缺陷于复封 你给我弄这个复封出来? 零 复封不是越来越小了 复封是有的了 它是二分之一的N次方 N去无穷 它的极限是多少? 零 它就等于N去无穷 一处于二代人设法对不对? 嗯 这个具象是多少? 零 嗯?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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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零啊? 这个分子一直是一嘛 分母是越来越大嘛 对不对? 整个分子直接越来越小 往哪里走啊? 一 就算于零 所以这个时候 这里已经是零了 对不对? 嗯 A除以一减Q 对不对? 对 这个地方为零 如果Q呢 觉得是大于一呢? 大于一的话 这个地方就要去无穷了 可能是正无穷 也可能是负无穷 对不对? 可能觉得是Q 可能是正三 可能是负无嘛 大于一 所以这是去无穷了 所以 大家发现 这样的一个等比技术 什么时候收敛? 什么时候收敛? 只有Q的绝对值小于一时 它才是收敛的 收敛的哪一个值? A除以一 一减Q 当Q的绝对值大于一时 它是发敛的 当Q的绝对值等于一时 它也是发敛的 所以 请大家记住 等比技术 它的结论 什么结论? 只有Q的绝对值小于一时 等比技术 是收敛的 Q的绝对值大于一时 Q的绝对值等于一 都算 发敛的 都是发敛的 都是发敛的 这个结论是要记住的 以后我们是要用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叫做等比技术 等比技术 Q的绝对是小于一时收敛 对 绝对是大于或者等于一时发敛 下面呢 大家做一做这个练习 判断下来几时的练习 不极限存在 收敛 极限不存在 发敛 中央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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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的练习 就像大于1边 的练习 中央的练习 是 부분会 已经发挤了 做取得通练习 每个的练习 中央的练习 牛腹 三分 剩裂 本台 就像鱼 中国 。 这个 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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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